2016年,少姨谷曾出席过一场军事会议 有意思的是,当轮到少姨谷的讲话时 大家的注意力并没有注意到少姨谷说的什么 而是注意到了她背后的一位美女副部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女子能够成为副部长 已经算是全世界军衔最高的一位女性 大家都知道,军队向来都是以男人为主 但是,她却能从中脱颖而出并担任着高官 难免会引人好奇,这位女子有什么能力 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职位 而她就是普京身边唯一有着大将军衔的女军官 舍夫佐娃 她的出境难免会有人对她恶语相向 因为舍夫佐娃的年龄还不到50 就已经成为了将军 速度晋升堪比火箭 不少西方记者恶意揣测她是不是进行了某种交易 甚至还有记者说,舍夫佐娃还与普京有过绯闻 当然这些都只是谣言 但三年之后,俄罗斯所公布出的一项数据 让这些西方记者都闭上了嘴 2018年,俄罗斯曾出兵援助叙利亚 帮助巴刹尔政府清理反叛军 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 巴刹尔有了俄罗斯的帮助 很快就解决了国内的危机 但其实,在俄罗斯出兵之前 俄罗斯国内有不少政客都反对这项决定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 就是俄罗斯军队的军费已经入不付出了 因为当时的俄罗斯刚刚完成了军改 并没有多少钱投入到战争当中去 再加上叙利亚反叛军的背后 可能是西方国家在支持 所以,反叛军的后援储备肯定要比俄罗斯目前要多 如果贸然援助叙利亚的话 有可能会让自己陷入水深火热这种 但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的唯一据点 如果失去了这个据点 那么俄罗斯想要再进入中东 那可是难上加难 对于国家的利益来说 俄罗斯必须要保住巴刹尔政府 但军费问题也让俄罗斯有些头疼 就在俄罗斯陷入两难之地时 舍夫佐瓦站了出来 他完美地计算出了打仗所用到的军费 而且每一笔钱都恰到好处 大大减少了俄罗斯初步的预算 舍夫佐瓦所计算的军费只有预算的70% 就连普京都忍不住赞叹他的计算能力 后面的事我们也就知道了 俄罗斯成功保住了巴刹尔政权 还在叙利亚建立了一个通军基地 对于俄罗斯来说 这战略收益太大了 而且当时西方国家还在制裁着俄罗斯 俄罗斯迫切需要一个机遇 而援助叙利亚就是机遇 这样俄罗斯就可以花最少的代价 来顶住西方的压力 而这一切的功劳 少不了舍夫佐瓦的帮助 也正是因为他的精打细算 才让俄罗斯挺过一次次难关 1969年 舍夫佐瓦出生于苏联的一个南部城市 在苏联红旗的照耀下 舍夫佐瓦从小就怀揣着报国的想法 但舍夫佐瓦所出生的城市非常小 只有五万人口在这里生活 还不如我们国家的一个县城 但舍夫佐瓦并不甘心在这里当一个普通人 便从小就向往莫斯科这样的大城市 他在学习上面非常下功夫 甚至不远万里跑到其他城镇 只为了买一本书 在舍夫佐瓦刻苦的学习下 他如愿以偿考入了莫斯科的大学 当开始选专业时 可能是因为自家家乡比较贫穷 舍夫佐瓦没有丝毫犹豫 就选择了金融专业 他希望学成归来之后 能够带领家乡走向致富之路 要知道当时的苏联 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影响下 民众都对这个陌生的金融专业嗤之以鼻 他们认为金融专业并不会给他们带来金钱 只有轻重工业带来的稳定收入才是第一位 所以在当时金融专业并没有多少人选 从当时的角度来说 舍夫佐瓦选择金融专业是一项大胆的决定 1991年 舍夫佐瓦学成归来回到了家乡 并进入了当地的税务局工作 本来舍夫佐瓦作为一个新入职的员工 不会遇到比较困难的工作 但没过多久舍夫佐瓦就受到了重任 当时的俄罗斯饱受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困境 国家的经济一落千丈 人民的生活质量也越来越低 可就是这种时候 俄罗斯各行各业的商人还在运用国难发财 开始垄断各行各业 并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众寡头 不仅如此 连军队都出现了腐败的问题 据当时新闻报道 一名连长用军队的燃油低价卖给石油寡头 而这位石油寡头转手就卖给了其他人 一进一出 石油寡头就能赚60万美元 可想而知 当时的俄罗斯到底有多么腐败 有人会问 舍夫佐瓦是一个税务工作者 怎么会参加反复行动呢 一方面 当时的寡头已经将魔兽伸进各行各业 连检察官都已经被他们所腐蚀 想要检察官来审判他们 无疑是吃人说梦 所以俄罗斯需要那些没有利益冲突 且充满干劲的大学生 来蹚这趟浑水 而舍夫佐瓦就是最合适的人员 另一方面 是俄罗斯现在急需金融人才 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金融专业在俄罗斯并不受重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国家发现金融人才是他们所需要的 也正因如此 舍夫佐瓦不得不临危寿命 参加了国家举行的反复行动 从未来的角度来看 舍夫佐瓦这一经历 也是为之后进入军队打下的基础 刚开始的舍夫佐瓦心里并没有底 因为刚毕业的大学生 来对抗老奸巨华的寡头们 无疑是躺避挡车 但好在舍夫佐瓦最终坚持了下来 并把这些犯罪寡头们绳之以法 给自己的精力添上了浓厚的一笔 有意思的是 打出风头的舍夫佐瓦 很快就受到了晋升的邀请 但让谁都没想到的是 舍夫佐瓦竟然拒绝了晋升 他表示 自己要在基层多锻炼几年 有能力的才会往上晋升 要知道当时的俄罗斯社会动荡 舍夫佐瓦这一次拒绝了晋升的机会 很有可能余生都会在基层待着 2004年 普京人员的调整 让舍夫佐瓦再一次迎来了高光 普京认为 自己所需要的人员 是有能力而非背景 所以有着反腐经历的舍夫佐瓦 很快就被提拔为了 俄罗斯税务局副局长 晋升速度堪敌火箭 2010年 舍夫佐瓦被破格提拔为了 国防副部长 主要负责监督和管理 俄罗斯军队的财政收支 更是在一年之后 被普京授予了大将的军衔 到此为止 舍夫佐瓦成为了 世界上军衔最高的女性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正是有着舍夫佐瓦的财政计算 还大大减少了俄罗斯军费的支出 还可以用剩下的一部分钱 来研制俄罗斯的武器 从这几点来看 舍夫佐瓦称得上 普京管家婆的称号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有任何舍夫佐瓦的看法 可以打在评论区 我们下期再见